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中国很多事啊都是靠女人出头 对吧 最近你知道咱们这个振兴中国电影吗 还得靠中国的女影星 在嘎那电影节给咱们这个出了词 红色娘子军西真 是吗有这一说 那谁是木鬼英吗 我觉得那得所谓的范爷 红色娘子军啊 要红长金的 要红长金的 穿越已经到了木鬼英 我怎么反应这么快 红色娘子军谁是木鬼英 对对 我我觉得 应该算咱们这个冰冰范 他算是木鬼英吧 在这次出征的女星里 我给你看看照片啊 咱们看 你看 他这回 这是冰冰范啊 对 他是把这个清朝的这个 焚彩的瓶子 就穿身上 中国文化 对吧 又又又漏又漏了啊 但是这说是 就说是这个范冰冰本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啊 很讨厌媒体 就说你们可以说我别的 但是你们不能说我这发型像日本发型 他这是我的一个民族自豪感的问题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娱乐报道啊 你要是想学学习这个说话 怎么着让自己肉紧 让别人肉麻 你就多看看这个八卦 这个娱乐报道的这个这个说法啊 你这中国女星 嘎那走黄地毯 要不说 黄地毯 黄地毯吧 黄地毯 你这几个潜意是这个 Fordium Slip 你待会看到一个女星穿的是黄色的礼服 哈哈哈 这是 我跟你说这个这个 穿着黄地毯呢 是穿了黄色的电影 我觉得是黄地毯 所以说这 这本来就有联系了 他们说黄色娘子军最早出来的那个是琼崖 什么的海南岛那个地毯 琼崖之对 哎 后来那边就扫黄特别严重了 哈哈哈 哦 对 战士的责任重 对 都是因为女的眼睛 哈哈 哎 不是 我是说我要为这些女星们讲讲话 对吗 哈哈 哈哈 讲讲讲 讲不好 就说 过去对这个八卦报道 咱们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因为我过去包括去年 我要只知其一的话呢 就觉得 人家嘎那那边弄电影节的 嗯 这帮中国女星们 嗯 跟自个儿也没什么关系 里头演着别人的电影 跑去就为了走红地毯 到那去陷 那当时给我的印象 确实是这个 就说这脸有比城墙厚 对不对 可是呢 为什么我说你也得不能只知其一 你只知其二呢 我现在看的研究了一下啊 不能怪我们这些这个美丽可爱的这个女星们 嗯 她们也是身不由己 你知道吗 不是说她自己要去 谁请的去呢 她是做广告 我才能明白 我这一回我才能明白 对 她都是大品牌啊 对 这是个 就是她们的身体 就是广告牌 现在这玩意成了一个广告战略了 对 你穿着我们的衣服 带着我们的首饰 就这么就成交点了吗 是 所以其实她是为 她收了人家的钱 她不得给人做广告去吗 其实很多人误会了 以为刚刚那电影节你去走红地毯 就真的是你有电影参加比赛 或者那你才去 不是的 她其实 大概有二三十年来 她的传统是这样 她的比如说她分好几个晚上嘛 比如说她有一些最盛大的那种 派对啊 或者是什么什么活动的晚上 她那个晚上每一个座位 里面的所有的贵宾券 其实是预先分好 比如说分给某些公司 有的是服装公司 有的是洗发水公司 有的是珠宝公司 手表公司 皮包公司 有的就是电影公司 世界各大发行商 都分出去 那么你分出去之后 那绝对不会是说 我这个服装品牌的老板资格来参加 我一定是找我们品牌 喜欢的一个女星或者男星 拿她当一个 她要不就是代言人 要不就那天 请她代表我们 穿上我们衣服 这么去 其实从来都是怎么办 这起码 当然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女星啊 最多算是同谋 就是她自个儿也乐意 也是个展示 就是卖广告 中国电影的一个 穿上衣服走走又有钱 那有什么不好的 是啊 要叫我 你给我 你要让我们三个 这么去走走穿 我今天还看到周润发还走梯台呢 是吧 对啊 你别忘了咱老朋友孙甘露也走梯台 对不对 爱马仕的还是 你要咱们杀 对吧 你给机票就行了 你这把就这么贱了 我们去嘎那呀 闻到 给机票就可以了 管酒店 好吧 是吧 就是管酒店 结果我们是 所以我就说呀 现在你知道吗 全世界感觉都是中国人占了新闻 你知道吗 就一直就占到嘎那 但是实际上这个新闻呢 还是自产自销 回来还是国内的消费这些 老外聊 包括国内的影评人员就开始说了 说怎么中国这影星把这个嘎那的这个红地毯走成了中国的菜市场 啊 说是什么再这样下去 就还还正告嘎那的组委会 说再这样下去 你们这嘎那电影节在我们眼中就变成像金鸡百花一样的了 我说这叫怎么说话呢 是吧 所以你就是太刻薄了 对吗 金鸡百花也很光荣 对不对 他是称赞他 他意思说你们这样发展下去 就像我们的金鸡百花这样伟大 那么伟大 所以我就说这个娱乐报道 你看这个镜头 哎呀就损呐 他就你再看看下一个女女女女女星 这女星我还不太熟 就是杨幂吧 杨幂叫 现在很红嘛 对3.1415那个是吧 杨幂就是说他走红地毯 就说中国女星走的啊 让人家赶 让人家赶呢 就旁边那个保安人员 就是催他快点走 时间太长了 就赶他在那亮相 你再看下边 说有人还拍下这么一张照片 说被人家保安赶啊 他就伸中指做首饰 后来人家的经纪人严正声明 说你们注意啊 伸的可是食指 不是中指 这就我跟你讲啊 人家就是澄清 就说这玩意挺丢人的嘛 你们这么聊 说不是这个样子 说这个杨小姐 人家可能是第一次去干纳 走这个红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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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的 还有明星在后边 他是等一等后边的这个老师一起走 可能不太知道 说保安呢 也不是赶他 轰他 而是说指引他走一个正确的方向 那么这个人的手指头 他我爱神实质 怎么办 不是因为这个很很常见嘛 比如说有时候你一个动作 某个手指伸出来 我觉得不是那么简单一回事 而且 以我的经验 我当然没怎么走红地毯 但是比如说 有时候我在某些场合 看到一些人走红地毯 比如说我们台里面 有时候有活动 很多人走红地毯 会发现有的女星 她的确有时候会走慢了 但走慢了 是不是因为 她就想霸着那个台 多拍照怎么样 不一定 因为很多原因 比如说 有时候他们穿的那个鞋 到了现场才发现 原来有问题 走快了就要掉 要不然有时候更尴尬 是衣服出事了 走快了就杀一下 那就真的是抢光了 所以她有很多理由 其实是忽然会走慢 真的 我见过很多这种情况 没错 但是呢 但是呢 看在咱们的这个眼里 要不说这个八卦媒体 就爱聊吗 我就说 为什么说自个儿说的肉紧 人家听的肉麻呢 人家两个男女朋友 要是在一块 就是女的这么拉着 这个男朋友吗 你看香港那个报纸 说什么 说他不但到甘纳去走红地毯 他还搂着他男朋友的胳膊压胸 谁呀 谁压谁呀 就说这女的 哪个女的 就刚才 说把胸压的 我觉得 甭说压不压 那就说这哪个哪儿 就所以说 你看这些玩意是业余娱乐 真的就是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腔腔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去哪儿 咱们先去看 也好 东方日产 人 车 生活 你看我给念这个内地报纸的评论啊 说嘎纳电影节曾经多次见证华语电影拿大奖的历史时刻 但是过去两年华语电影无缘金宗吕大奖的争夺 今年也只有楼叶的新片叫浮城迷世入围了一种关注单元 这个说选片的没有中国的电影 但是过去三天出现一种现象 说中国女明星大多出现在这个各类电影节的 就是嘎纳电影节的各类活动 红毯上啊 甚至有女星为一些好莱坞大片站台 就是这种这种评论 但是我也注意到楼叶嘛 这次我倒觉得我楼叶拍的那个春风沉醉的晚上 我还挺喜欢看啊 然后呢 这回在干纳电影节上楼叶有段名言 我让他们打出字幕了 大家可以看看啊 这个就是 电影不是红毯 不是华贵礼服 不是秀场 也不是市场圈钱工具 不是面子工程 电影就是电影 电影是一种态度 把这句话里面的步子全部删掉 这句话就对了 这就是现实了 但是最后那个电影旧事店那个旧改成步 那个步 压缩到一个放在最后 对 可是我倒真觉得 就说像这个 我说的 我打出他的话 并不是说我同意他的话 我是说我一看这个话啊 就像我跟王小帅他们一些导演聊天一样嘛 我就意识到啊 就说 龙分九种啊 不是不是不是龙升九种 就他 他们这种人呢 已经跟电影圈里的另一类人呢 不一样 你也不要说别人 就是说当今世界啊 你们不算同行了 他们完全是两两回事了 你知道吧 不是说楼叶不对 但是我觉得楼叶这么说 他们呢 也显得有点不合时宜 就是以嘎都什么 不是就今时今日啊 都什么年代了 你知道很多时候 这个作为一个明星 他跟商业 跟时尚 现在的这种结合本身 甚至都超出了他所谓演的电影 这个 这是现在的一种文化了 其实我觉得就像 以前台湾八零年代的时候 你比如说杨德昌 侯小贤 他们跟你记得朱延平吗 啊 是台湾王 对不对 没错 就不是一个路子 对对对 在香港的话 那就他们许安华跟王金 也不能说是叫一个路子 但是我觉得 很奇怪 因为我们有时候会怀念 这么一些年代 电影史上出现过这么一些时候 就是他既是非常卖座的电影 但同时大家也觉得 他果然是艺术 比如说西区考课 嗯 比如说像查理 比如说像这个奥森威尔逊 对不对 哥县拉 对不对 教父 就有过这样的一些时刻 就等于音乐 我们有时候会怀念一些年代 是凡是流行的 就是好音乐 那就是Beatles的年代 但那样年代好像不存在 很奇怪 后来的世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但是感染的是很特别的 Ghana呢 是欧洲的三个主要电影节里边 一般认为艺术档次最高的一个 嗯 就是他比柏林的 柏林的 他商业点了 现在 他越来越商业 是吗 但是传终上 传终上 至少在我这个以前的概念里边 就是说Ghana是欧洲三个电影节 艺术的那种感觉 但与此同时呢 他又是很大的一个商机的 就是刚才你讲了很多人拿来做广告的 一方面他的电影是好像是挑战好莱坞主流趣味的 他要培养他小众为一套评选标准的 但同时呢 Khan这个城市 这个我名字都老是读不好 我们翻成叫Ghana 法文应该怎么读啊 Khan Khan 所以你字写出来 这个这个跟Ghana都完全不相 他这个城市是一个非常非常奇怪 非常商品化的城市 他这边是海 隔着海边上一条大道 然后这边全部是最贵的店 对 艺术丽亚这一大堆 然后这个影城就在这么豪华的这么一个海边上 你知道他红地毯每年走的这些衣服啊 他另外有一个fashion channel啊 就是讲服装的 要放好长一段时间了 就是我觉得是他是一个艺术的东西 但是很多人借他拿来做商业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点二元了 所以你去艺术竞争的人 你就别管那些了 可是在我的心目中 刚刚本来就已经非常商业 你觉得他商业 他都是三个银展里面 我觉得是很久以来都已经是比较通俗的那个 尤其这几年是越来越商业化 就不 我很难想象他这个情况 你比如说我就不懂 是不是他这个红地毯还出租呢 就等于说跟我的电没什么关系 蹭家伙来一路人 因为现在的电影 看一段 现在的电影工业是个很复杂的全球营销 比如说有一些电影 他真的是跟任何中国影人无关 但他真的很有可能会找中国明星剧 我去站台 为什么呢 因为他将来要打中国市场 他就等于请一个代言人 就其实就像咋干这事 你知道吧 比如说我去给他写腰峰 腰峰跟咋有关系吗 咋有关系 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人家出书了 我去站站台 就是这个叶子 你知道吗 还有是个聚焦点 比方说我就知道 这次凤凰投资 那个富春山剧图 富春山剧图 那投资1.6亿吧 好像是投资非常大的一部片子 还没完全拍好呢 是不是啊 片花拿到嘎那去放 跟他这个电影界没关系 但是为了借他这个场合 放在在西方全世界的电影商人的眼前 我们有这么一回事 所以现在真是你就眼前的这个世界 我们看不懂 甚至因为你看不懂 你经常做评论 你很难说是好坏 对错 你下不了这个 要用不同的标准 下不了这个判断 你比方说你说这个宣传 我又觉得我不得不想提提这个谁 这个魏德胜 这个赛德克芭莱这个片子 我以为他在中国大陆啊 就会是一部又叫好 又叫做的片子 不会 但是呢 这个咱也不知道是不是来得及 我都觉得如果呼吁有人听我的话 我想呼吁大家去看看赛德克芭莱 因为我在香港看了他的这个上下集 上下集 我不说好坏 我认为绝对值得一看 就是而且呢 这个魏德胜也挺感人的 中国好多影院的这个经理啊 都是说说我我们排的当成个公益事业式的 就是说他这么有诚意的 拍一个电影 那感觉就是砸锅卖铁 拍这么一个电影啊 是吧 我们应该给他上 而且这个电影也有商业片的一切打斗 都很好看的 我看着很过瘾啊 可是你看这是不是就是宣传 宣传的问题 不会宣传 不会广告 不是 我觉得这个电影很麻烦 就等于当年他在影展上的时候 很奇怪 大陆去的影评人都不是很喜欢 理由何在呢 我觉得这里面有个很强的意识形态的一个分歧 就是说因为我们对于抗日战争的那个观念 是结在两个点上 就是我们中国人在抗日 那么现在忽然他变得复杂了 就多了一个原住民元素 台湾原住民 这些人的抗日跟我们的抗日是两个概念 就是你说他真的是在抵抗日本人吗 但他又不完全是 他那个片子处理 拍的好像是他只是执行他们部落 千百年来要出巢砍人头 镇林自己勇猛的一个习惯 或者说他是捍卫主邻 跟我们的中国民族主义没什么关系 那么另外一方面 他这电影里面还复杂 就是说日本人 我们知道台湾跟日本的纠葛很深 那这电影里面也出现了一些 就是对日本人的那个情意节 他既是你一个仇人 你要仇杀的对象 但同时你跟他又有某种依赖关系 呈现在电影里面 你这个讲的就比较深了 我看这个 我就是觉得那家伙 这个野人们在山岭上 这个圆脑如飞影 那家伙光这个就挺好看 圆柱 圆柱 又黄色又圆柱 三眼型广告之后见 哈哈哈哈 丰盛十年延续美丽传奇 2012中华小姐环球大赛 现已接受过名 预知详行 请登陆凤凰网 传承千年亮造工艺 历尽天宝肚藏 红花国色 镜像变幻 红花廊 其实我对金钱是很拥抱的 只不过金钱不拥抱我的问题 是吧 我很不拒绝商业 我觉得商业这个东西 是很牛的一件事情 可是 我觉得这还带着过去的一些思维 就比如说 比如看见这些个广告 这些个 比如说今天明星做广告 那一点都不丢人 对吧 甚至还露脸的 这一方面我是承认 对吧 可是呢 你看我对王志文 一向没有什么了解 但是那天我在网上 我还拿手机拍了一段 就是他有个语录 就他说他对做广告的这个态度 另一方面 你看我看见他的这种说法 我又突然间对这个人 很佩服 很佩服 有种油然起敬 这两种东西在我脑子里同在 你可以看看他这个话 王志文 是吧 你看他说 钱我喜欢 我跟他没筹 拍广告挺诱人的 挣钱快 但这钱我挣的不舒坦 我觉得是在买卖 而且卖的就是这张脸 这我觉得挺没劲 几乎每个礼拜都会有人找我谈这个事 我基本上听过便吧 我不做没良心的事 不做我控制不了的事 恐怕这辈子我都不会涉足这个领域 那么没做广告的人 可能有些人还在挣扎 但是呢 作为观众 他们的观众没人知道这些个事情 对 可是当你了解之后 你就觉得 不是说啊 别人做广告就有什么错了 我说了人谁做广告也不丢人 甚至还是咱想做 还没人找咱做呢 但是呢 碰见这么一个坚持 你又觉得这种性格 又让我佩服 不过另外有些明星做的太烂 也是叫人讨厌 这就是说实在话 会影响我对他的形象 我只能想到他戏力还不错 这样来原谅 否则的话他实在太多 不过最近两部电影啊 使我对于这个电影 到底怎么跟观众 怎么来讨好观众 让我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困惑 一个就是赛德克巴莱 那个讲赛德克巴莱 试图在商业片的框架下面 加入一点文艺 加入一点政治思考 有一点政治深度 更简单的说吧 他不把中国人 或者台湾人 跟日本人的斗争 简单的化为 人跟鬼的斗争 他试图 可是至少在中国大陆 市场很失败 我觉得很难走过风 另外一部电影 叫什么复仇者 复联 复联 我看了 我呢 我告诉你 我不讲你的感受 我是怎么 我进去看 看到大概半个多小时以后 想走 退场了 我很少有看电影退场的 哎呀 徐老师 退早了 我跟你讲 退场了 我耳水是横了 头晕啊 那个3D啊 而且这部电影 我已经知道了 它在香港漂房极好 全世界都是大陆人看 这逮兵啊 这是 是 我跟你讲 我好奇的 我不懂啊 你在说之前 我知道你喜欢这电影 我不喜欢 你别装了 你就是喜欢 你听我说完 我的感觉跟他 我的感觉跟他一样 你都还喜欢复联 为什么我去找复联呢 就是说 这个电影 我待了很久 你看我前天才去看 就是因为啊 你说我每次都得忍着恶心 因为咱们做咱们这行的 那么多人看 咱总觉得得知道 他们人民群众看什么呢 对吧 然后呢 我看这个剧情介绍 这个剧情介绍 实在让我看不下去 但最后我硬着头皮看 要下定决机 不怕牺牲 徐老师 一开头 我也是想退场 可是我看到半小时之后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喜事录 这个跟电影没有关系